声音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嘲杂的街道 繁忙的交通 宁静的森林 广阔的大海 这些声音都会给予我们不同的听觉感受 记录声音 DJ Hai Mike 出道机巅峰给你最好的最便捷的声音体验 让你不用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大家看到我今天领口的麦克风和之前的应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如果长期在看我节目的朋友会发现 我之前一直使用的是来自罗德的 Wireless Go 2这款麦克风 但是今天我换成了它 大张的 DJI Mike 首先开始之前大家把这个签道先打在弹幕上 我其实和你的第一感觉一样 大江居然做麦克风了 当我看到他们这款产品发布的时候 着实是很意外 但当我看到它外观的时候还是被惊艳到了 这个满满的这个科技感 首先最直观的 那大江的 DJI Mike是一拖二的这个设计 那一个接收器搭载了两个发射端 所以如果你在比如说录制采访类视频的时候 只需要一个接收端 你就可以同时满足两个麦克风的同时收音 那么相比罗德的 Wireless Go 2最便捷的 也可以说是最直接碾压的一点 它是这个收纳盒的这个设计 那不论是这个接收端或者是发射端 当你放进收纳盒之后 它就是处于一个充电的状态 那你并不需要把它们都拿出来 像罗德的那个 Wireless Go那样 单独的给每个设备去充电 那盒子打开之后 你会看到充电盒的这个剩余电量的一个提醒 而这个盒子的背后 就是给这个充电盒充电的这个Type-C的接口 对于大江的这个 DJI Mike的话 它可以录制大概5到6个小时的这样一个时长 那如果你搭配这个充电盒的使用的话 续航最多可以到15个小时这么久 而对于接收端和发射端的配对 也是非常的方便快捷的 你打开充电盒的当下 他们已经自动完成了配对了 那你拿出来就能直接使用 那对于大江的这个 DJI Mac 你是可以将它直接连接在 比如说手机 电脑 相机 或者是运动相机上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充电盒里面 有两个这个小转接头 那一个是苹果的这个 Lightning的这个接口 另一个是大部分 比如说安卓手机会使用到的这个 Type-C的接口 那你可以直接将它连接到你的这个 接收端上 然后直接连接到你的 手机或者是运动相机上面 这一点我对于罗德的 Wireless Go是有一点点怨言的 为什么呢 所有的移动设备的连接 你都必须额外购买配件来实现 这个那另外一点 我是很喜欢它的就是 它这个接收端 当你连接在你的相机上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平视它的屏幕做出任何的操作 而其他的很多的麦克风它的屏幕是在顶上 所以当你需要看一下参数 或者是操作它的时候 是非常麻烦的 我1米8的个子 我去看我也需要踮脚去做操作 那不然每次你都需要把这个接收端 把它从相机上取下来做操作 就其实是很麻烦的 那当你把它像我这样 那或者是夹在领口的时候 它也不会非常沉 但是DJI在这个方面 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 那发射端像我这样 你是可以用它配备的一个小磁铁 把它吸在衣服上的 并不一定要将它这样挂在领口 那这样看起来 衣服整个人看起来会平整很多 那如果你不想把这个发射端露出来的话 你可以将它放到衣服里面 那用它这个小磁铁吸附在衣服外面 这个设计是非常赞吧 我相信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有发现大疆这款DJI MIC的 接收端的这个屏幕吧 那首先亮度上咱们就先不做更多的肯定了 那其次它居然是触摸屏 这么小小一片的触摸屏 而且滑动非常的流畅 各个选项你是很可以直观的做出一个选择的 那对于发射端来说 很赞的一点是它搭载了8GB的内存空间 那所以你当开启它中间有一个安全音轨 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并不需要担心 如果比如说你在室外有信号干扰 或者是传输不稳定的情况 实际上发射端自己已经帮你做了这个声音的一个备份处理了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发射端 连接在电脑上 把音频导出就好了 并不需要像罗德一样 你必须要下载它们的官方软件里才可以导出音频 也就是说就算你不搭配接收端来使用 你光用发射端本身也可以录制音频 所以你完全是可以把它当做一支 比如说录音笔来使用的 那单独录制8GB的内存的时间来说 你可以录14个小时的音频 那当然安全音轨的这个开启 你也是可以比如说从那个接收端那边做一个远程操作的 另外它当然也配备了这个防风罩 那毕竟无线麦克风很多时候你使用是在室外对吧 而防风罩对于这个接口 接上去之后是非常牢固 不会有这个掉落的问题 那么以上是关于这个大疆DJI Mac的这个外观 以及性能的一些说明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将它带到户外和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 2 我们做一个实际的比较 那么现在大家听到的是这个DJI Mac的一个录制效果 那我现在在户外我有带上这个防风罩 然后今天刮风也挺厉害的 我可能发焦喷的比较多 你看不出来 就是什么都可以动 发酵 头发是不能动的 然后大家也看到春天也来了 就是之前我经常拍摄的这片场地的话 还全都是雪吧 现在都已经能看到草地了 那基本上你在户外拍摄的话 就是有风的情况下 你听到这个DJI Mac 它录制的效果是这样一个感觉 那应该还是不错的 那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这个罗德Wireless Go 2的一个情况 那我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的话是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 2的一个直出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可能听一下和刚才的这个大张的DJI Mac的一个对比好吧 就是整个的音质或者是收音的纯净度 或者是因为我也在那个罗德的Wireless Go 2上也放了这个防风罩了 所以在现在有风的情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区别 那现在的话我们做一个距离测试 那现在我用的是这个DJI Mac 那它的官方说的有效距离是大概是250米 那我一直往后走到这个 大家能看到这个整个足球场的最边缘在那个位置 那大概应该肯定到不了200米 250米这么远 那我们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大概是在150米左右 那就大家可以看我一直往后走 然后持续的感受一下就是我说话或者是个连接有没有中断的情况 好吧 那开始 好的 我会持续的为大家说话 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传说的这个信号有没有丢失的情况 哎呀 就是这个春天一来之后这些海鸥一回来就很烦 叫得太大声了 那我现在还是持续的跟大家说话 大家可以继续的听 就是有没有信号丢失的问题 就是因为很多麦克风会出现 比如说距离异常之后会有它的这个信号有丢失中间会有断断续续的情况 那当然如果你是在我们现在是做测试了 当然那如果你是正儿八经在户外拍摄用这个DJI Mac的话 你是可以做到的是它有一个安全音轨对吧 那安全音轨的话 它是可以做声音备份的 实际上你不用担心这个信号丢失的这个情况 那现在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应该可以持续听好声音吧 那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球场的最边缘了 那我也没办法再往后走了 那我现在走回来 那就是看一下中途会不会有这个信号丢失 或者是中途信号有中断的情况 因为这个是无线麦克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测试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现在走回来 大家可以持续的感受一下 就是中途有没有说话 就我说话中途有没有中断的情况 好的 我们现在回到了之前的一个位置 离这个拍摄的机器只有大概一米左右的位置 那这是DJI Mac的一样一个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大疆的这款低调发布的DJI Mac 很多UP主们都用了这个出道级巅峰这个描述 我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些 我说有需要到这么夸张吗 但是在我实际使用下来之后 我才发现是挺有道理的 因为音质很重要 而对于用户的使用感受上 我觉得大疆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相比其他的各类的这种无线麦克风 那DJI的这个Mac 确实是在比如说便捷度上 或者是人性化的设计上 使用上是更胜一筹的 如果你此时正在考虑 购入一款无线麦克风设备的话 大疆的这个DJI Mac 绝对是你值得考虑的一款产品 好的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希望你能够一键三连 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金 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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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